兄弟进城 哥哥独自回家 称患病弟弟丢了 我上了个厕所的功夫 虎子就不见了 弟弟被好心人收养 哥哥却担心弟弟回家 百般阻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没地方住了 想利用虎子 霸占我家的房子 弟弟还是被送回家 为何哥哥却反向好心人 索要劳务费 我被哥哥丢弃了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傍晚时分 年轻人阿龙 风风火火的 边喊边跑回村子 爸 妈 虎子回来了没有 他的爸妈听见喊声 急忙迎出来问他 你弟弟不是跟着你一起出去了吗 哎 都怪我 在火车站 我上了个厕所的功夫 虎子就不见了 我到处找 把火车站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没办法 我想着他会不会自己先回家了 妈妈听他这么说 眼前一黑 瘫倒在地上 虎子虽然年龄已经十六七岁了 却是发育迟缓 智力水平和儿童一样 不能正常与人交流 这样的一个孩子不见了 他的父母怎么能不揪心呢 虎子的父母指责虎子的哥哥阿龙 这么大个大活人叫你弄丢了 他一个人在外面 可怎么活呀 你快带我们去找他 爸 我没用 你们放心 我一定把虎子找回来 你们再给我一点钱 我进城去找虎子去 他的父母 只好又拿出了一些钱给他 还嘱咐说 你省着点花呀 阿龙拿了钱出了门 立刻挺直了腰杆 春风得意的去找他的女朋友 晃着手里的钞票说 早 我带你逛省城去 女朋友惊喜的问 这么多钱哪来的 阿龙得意的笑着说 哪来的你就别管了 等你嫁过来都交给你 女朋友说 我爹妈还是不同意 为啥 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傻弟弟呀 我爹妈说 嫁过去就要和那个傻子一起生活 万一哪天他犯起病来 打我可怎么办 阿龙压低声音 神秘的笑着说 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呀 我把他丢在省城的火车站了 他肯定回不来了 女朋友听了 惊奇地张大了嘴巴 他可是你亲弟弟呀 你怎么能把他丢了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爹妈说得很明白 家里有个傻子 绝不会让你嫁过来 为了娶你 我也是没办法了呀 先玩一圈再说 阿龙花光了钱回家了 和父母说 我找遍了火车站的所有角落 把火车站的人都问了一个遍 还是没有弟弟的消息 他的爸爸妈妈哭得气不成声说 你快带我们去找 就是倾家荡产 我们也要把我的虎子找回来 阿龙一看拦不住 连忙说 爸 妈 我已经在当地报警了 警察说了 一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们 你们就踏实在家等信吧 听说警察都在找虎子 他的父母又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 阿龙看他们情绪好点了 试探着说 爸 妈 你们看 我的婚事 啥时候办呢 他爸妈生气的说 你弟弟一个人流落在外头 都不知道是死是活 这个时候 你还有心情办婚事 阿龙生气的说 找不着他 我还不结婚了 阿龙和父母吵翻了 垂头丧气的去找女朋友 女朋友为难的说 我爸妈又不同意咱们的婚事了 啊 为什么呀 女朋友欲言又止 最后说 我和我妈说了 你把你弟弄丢的事 我妈说 今天你能把你弟丢了 明天你就敢把我丢了 说你呀 人品不好 不让我再和你来往了 阿龙急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女朋友挣脱她说 反正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一转眼 虎子已经走丢几年了 有一天 虎子的父母突然接到一封信 信上说 虎子在一个名叫老蔡的家里 这让虎子的父母高兴不已 但找到虎子的消息 却让阿龙特别不安 虎子的父母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 抱着虎子又是哭又是笑 只见虎子长高了 长胖了 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 原本一直担心儿子受苦受难的父母 看到儿子生活的这么好 拉着老蔡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 老蔡讲起了他发现并收留虎子的经过 几年前的一个半夜 市场的守门人老蔡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担心是坏人 不敢开灯 借着月色隐隐约约的看见门外头 站着个小伙子 他问 你干啥 那个人说 我饿得很 老蔡莫名其妙 再问 还是这一句 老蔡观察了半天 看他只身一人想 也许只是个流浪汉 于是就拿了一些吃的 从门缝塞了出去 那个小伙子两只手捧着 狼头虎咽地吃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 老蔡刚打开市场大门 一眼就看见了 昨晚那个要饭的小伙子 歪靠在门边睡着了 脸上还挂着泪痕 老蔡仔细打量 这孩子约莫十六七岁 衣服虽然脏了 但穿得整整齐齐 不像是要饭流浪的 会不会是走丢了 老蔡心软 把他叫醒 带进屋里问 孩子 你家在哪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呢 问了半天 这个小伙子 只知道自己名叫虎子 哥哥带他出来玩 在火车站上个厕所 不见了 老蔡听他说话颠三倒四 明显是智力有问题 他们这个市场 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于是打算先把他收留下来 也许他的家人 很快就找来了 可是一转眼 半年有余 从来没有人来找过 老蔡孤身一人 也没个子女 收留虎子以后 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一点也不嫌弃他智力有问题 细心的照顾 他们生活的小屋里 渐渐的有了欢声笑语 有一次 他听说有专门的医院 可以治虎子的病 老蔡就带着虎子到医院咨询 医生检查以后责怪老蔡 你怎么当家长的 为什么不早几年带孩子来看 本来是有机会治愈的 现在耽误了 只能尽力了 后来当了解到 虎子是老蔡收留的肝儿子时 还带着他治病 医生非常感动说 这孩子真是碰上好人了 不过他这个病 要长期治疗才有效果 我可以帮助你 申请减免一部分医药费 但是每个月还是有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给虎子攒医疗费 老蔡又多打了几分工 最后还把多年吸烟的习惯给借了 每个月省的钱都给虎子看病了 看到虎子逐渐康复 老蔡心里非常高兴 但也不免有些许的担忧 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几年的治疗 虎子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渐渐地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地址 老蔡虽然心里很舍不得 担心联系上家人 虎子就会被接走 可是他想 别人家不见了孩子 这些年得多着急呀 这才辗转想办法 联系到了虎子的家人 虎子的爸妈感激老蔡 照顾虎子这么多年 提出要把虎子接回去 老蔡还没有说话 虎子突然急了 他使劲地抓住老蔡的胳膊 把老蔡的胳膊上 都抓出了几个指头印 眼睛里充满了恐惧说 干爸 不回去 回去打 吃不饱 老蔡心疼地抱着他 安慰他说 不怕 不怕 老蔡也舍不得虎子呀 这么多年共同生活 父子俩早已经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 阿龙眼珠子一转 对父亲说 爸 你看虎子生活得这么好 你们还有啥不放心的呢 再说了 虎子每个月都要上医院治疗 回去了 咱那儿哪有这个条件呀 要是不治了 前面蔡叔花的钱 不就白花了吗 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要我说呀 你们想虎子了呢 坐个车就过来看看 虎子呢就留在这儿 和蔡叔一起生活 老蔡听了 连忙说 就是就是 回去上医院不方便呀 虎子父母考虑再三 本来担心 自己的傻儿子在外面吃苦 现在老蔡不仅带他像亲儿子一样 还花钱给他看病 还有啥不放心的呢 以后常来看看儿子就行了 住了几天 老两口对老蔡千恩万谢 回老家去了 这次会面 虎子老蔡 虎子的父母都非常高兴 只有一个人非常恼火 谁呀 虎子的哥哥阿龙 当年啊 他为了娶媳妇 把虎子丢到了火车站 没想到 虽然把这个累赘丢掉了 女朋友还是和他吹了 不过 他估计虎子傻里傻气的 在外面流浪 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跟死了是一样的 爸妈的一院子房 将来还不都是自己的 没想到 现在虎子居然又回来了 这不是明摆着要和他分财产吗 老天爷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非要让一个傻子和我过不去呢 虎子和同伴在市场玩火 商铺被烧 老蔡被罚款 闲邪失业 老蔡多赔偿了那家商户 两千元钱 他们才罢休 老蔡照顾虎子力不从心 决定将虎子送回家 却惹怒了虎子的哥哥 市场要赶你们走 你没地方住了 想利用虎子 霸占我家的房子 虎子回到家中 虎子的哥哥为何报警说 老蔡涉嫌犯罪 我被哥哥丢弃了 正在播出 再说老蔡和虎子 经历了这次会面以后 感情更加亲密了 市场里总能看到 一老一少两个身影 一起收拾垃圾 商户们了解了 老蔡的一举之后 经常主动地 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父子俩的生活越来越好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 老蔡上了年纪 常年的劳作 加上腰部的旧伤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照顾虎子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一天 虎子和市场商户里的 小孩一起玩 几个小孩逗他 问他敢不敢点火 虎子不知道 他们是开玩笑 真的点燃了一根木头 甩着证明他敢点火 结果木头甩进了一家商户 好在是铺就得及时 没有伤到人 但是也造成了 数千元的损失 老蔡不停地给商户赔不是 承诺赔钱 但那家商户非常生气 找到市场管理者说 老蔡私自收留一个神经病 住在市场里 对周围的人都是安全隐患呀 要求市场开除老蔡 赶走父子俩 老蔡哀求对方和市场管理者 他在市场干了几十年了 从没有出过事 要是把他们赶走了 他们连个住处都没有 他保证 以后一定看好虎子 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了 后来在市场管理者的调解之下 老蔡多赔偿了那家商户 两千元钱 他们才罢休 这件事之后 老蔡突然意识到 自己真的老了 照顾不了虎子一辈子 虎子将来可怎么办呢 祖司又想 老蔡决定把虎子送回家 在老家 好歹他有房子住 还可以申请低保金 经过治疗 他已经可以生活自理 基本生活应该能够保障 老蔡哄着虎子 把他送回老家 和虎子的父母 说明他的想法 虎子的父母 也很愿意让虎子回家 临走的时候 虎子哭得撕心裂肺 老蔡也是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虎子父母 看他们父子感情 这么深厚 也陪着掉眼泪 只有阿龙 气得咬牙切齿 说 老蔡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在城里 弄下烂摊子了 市场要赶你们走 你没地方住了 想利用虎子 霸占我家的房子 老蔡生气的说 我一个孤老头子 走哪是哪 要什么房子 只是我老了 虎子总得有个归宿 你不想让他回来 那你让他上哪去 虎子爸妈 也生大儿子的气 说 你蔡叔照顾虎子 这么多年 没要过咱们家一分钱 现在送虎子回来 也是为了虎子着想 什么房不房的 我们还没死呢 等我们死了 该留给你的 自然会给你 虎子的那份 你也别想霸占 最后 大家是不欢而散 老蔡只身一人 回到市场 没有了虎子 这房间 显得是那么黑暗空洞 老蔡总觉得 虎子就在哪叫他 仔细一听 又不是 总觉得市场里 哪个背影就是虎子 仔细一看 也不是 他时刻都在琢磨 虎子现在怎么样啊 家里的生活 他适应吗 他的哥哥 有没有欺负他呀 老蔡越想越后悔 也许不应该把他送回去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老蔡想 该不会是虎子回来了吧 他急忙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 却是两位警察 警察告诉老蔡 有人报案说 他强迫残疾人劳动 有可能 涉嫌强迫劳动罪 因此需要接受调查 老蔡如实地把认识和照顾虎子的过程 向警方说了一遍 老蔡想不通 自己什么时候强迫残疾人劳动了呢 又是谁举报的他呢 警方对此又会如何处理呢 原来虎子被送回家以后 父母对虎子是疼爱咬家 这令阿龙非常生气 这个傻子生下来是专门为了和我作对的 好不容易把他丢掉了 又被这个老蔡给送回来了 将来还不得给他分一份遗产 都怪那个老蔡 他越想越生气 老蔡给我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也不能让你好过 他在网上查询 发现有一个罪名叫做强迫劳动罪 于是他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举报老蔡构成强迫劳动罪 那么什么是强迫劳动罪呢 根据我国刑法第244条的规定 强迫劳动罪是指以暴力 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 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是指将他人的人身自由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一定限度在内 如不准职工外出 不准职工参加社交活动等等 本罪侵犯的课题 是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权和休息休假的权利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直接故意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劳动管理法规 而且会产生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危害后果 但是仍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强迫他人劳动 那么老蔡的行为是否构成强迫劳动罪呢 公安机关调查得知 老蔡带着虎子一起打工赚钱为了生活 平时老蔡还会给他一点零花钱 并没有采取暴力脅迫 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强迫虎子劳动 因此老蔡的行为不会构成强迫劳动罪 公安机关还老蔡清白 虎子哥哥怒气难平 再生诡计 他骗着虎子签了一份授权委托书 他以虎子名义起诉老蔡 索要巨额劳务费 老蔡当庭喊冤 他脑子不好 根本就没有劳动能力 还因为放火 导致我经济损失严重 虎子哥哥不顾手足亲情 恩将仇报又将换来什么恶果 我被哥哥丢弃了 正在播出 公安机关向报案人阿龙解释清楚 阿龙一看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他骗着虎子签了一份授权委托书 以虎子代理人的身份来到法院 以虎子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劳务合同纠纷为由 起诉老蔡 还要求他支付20万元的巨额劳务费 庭审中 阿龙代表虎子诉称 虎子走失以后 长年没有下落 后来发现他跟着老蔡打工 虎子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 但老蔡从没有给过虎子一分钱报酬 现在虎子没有利用价值了 老蔡就把他送回老家 也不谈工资的事 虎子是智利二级残疾 不能完全分辨是非 长期给老蔡劳动 从没有获得报酬 故诉请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 劳动报酬20万元 老蔡为自己辩解说 20年前 虎子被他哥哥丢弃 半夜来到我们前找吃的 我看他可怜 就给了他一些吃的 他又说不清家里的住址 我想先把他留在我身边 等着家人来找 他觉得我对他好 跟着我不愿意离开 他脑子不好 根本就没有劳动能力 还因为放火 导致我经济损失严重 原告起诉 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纯粹是他哥哥的意思 而且我收留残疾人 是替社会尽义务 反倒被他人起诉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听了老蔡的答辩 阿龙仍然不死心 希望老蔡可以少支付一些劳务费 但老蔡坚决拒绝调解 那么老蔡和虎子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法院是如何判定的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 虎子跟着老蔡的目的是吃饱 老蔡出于好心收留了虎子 将其视为干儿子 目的也并非雇佣虎子从事劳务 为其支付劳务费 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 并非雇佣关系 原告在和被告共同生活期间 称呼被告为干霸 在找到其家人后 拒绝与其家人回家 表示愿意继续和被告共同生活 而且虎子在和老蔡共同生活期间 从没有和老蔡商量过劳务费的事 他说老蔡从没有强迫他劳动 他愿意干活就干 不愿意干活就不干 也没有工作任务 因此法院认为 原被告之间并非劳务关系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20万元劳务报酬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 老蔡与虎子之间不构成劳务关系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拿到法院判决书的那一刻 老蔡眼里都是泪水 但他不后悔 自己当初收留了虎子 希望虎子的哥哥多少能有些悔悟 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 还有感情啊 经历了这场诉讼 老蔡认清了虎子哥哥的嘴脸 他也不放心把虎子交给这样的家人 他向有关部门咨询 有关部门答复他 可以帮助他解决虎子的低保问题 未来的路虽然艰难 可是只要在一起 老蔡觉得有什么困难也不害怕 虎子的哥哥 视虎子为累赘 是挡着他结婚的绊脚石 不顾他的安危将他丢弃 得知虎子被老蔡收留之后 不仅不感激 反而忘恩负义 企图利用虎子 获得不正当的利益 应当受到道德和良知的谴责 相反 老蔡作为一个素昧相识的陌生人 好心收留了患有精神病的虎子 细心照顾几十年 最终也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裁决 也是让我们每个人 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和人间温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敬请关注本节目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孩子却不想自己生 夫妻俩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国外实施代孕以后 再将孩子偷偷带回国 可就在代孕母亲成功怀孕的同时 妻子却也意外怀孕了 高兴的是 家里添丁了 发愁的是 这两孩子怎么同时上户口呀 多子本是多福 可最后怎么会因为这两个孩子 而让她进了监狱 喜得双子后的烦恼 下期播出